在節目談到 近日在立法院外 為國會改革抗議的群眾 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全 竟然爆料 透過基地台的訊號 這些人的年齡層全能查到 連主持人都震驚 怎會知道 只見王毅川十分篤定 甚至還能比對於 519民眾黨抗議不是同批人 不過人民各自的行徑 讓藍營女戰神陳玉珍痛批 民進黨根本在監控人民 完全侵犯了人民的隱私 而且用這種手機 來監控人民的行為 這個比查水保還恐怖 畢竟如果只是拿個手機 行動與個資就會被黨看光光 再一炮轟台灣淪為警察國家 王毅全也趕緊出面澄清 我自己有這些 做市長分析的朋友 大家聊天會聊到說 這機場到底多少人 他們都從哪裡來 那他們大概都幾歲 民進黨沒有買這些資訊 來做分析 駁斥資料非民進黨購買 而是和民間數據公司的友人 恰巧聊到 不過這說法 網友可不買單 痛批動用國家機器監控人民 到底誰才是獨裁 這跟東廠警衣衛有何區別呢 更有人說 三讀通過先查這一案 有網友砲轟垃圾數發布 200億真好用 現在竟然可以動用國家機器 然後直接用基地台來監控人民 這真的是老大哥還在 大叔叔看著你 王毅全大喇喇稱用基地台的訊號 就能比對抗議群眾的身份 嚴引發民眾擔憂恐懼 不知何時成為下個被監控的一項 借存錢張書函台北報導